在那个医疗条件十分落后的年代 生患肺结核也就意味着是绝症了 没有有效的药物 只能眼睁睁地慢慢等死 但就是这样一位得了肺结核的战士 仍旧奔赴朝鲜战场 在白刃战中一人杀死五个美军 下跪六个美军 创造了战场的神话 事后更是被授予了一级战斗英雄 被大家称为是孤胆英雄 排雷大王 1952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三周年 毛主席和朱德站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阅兵仪式 毛主席看到在短短三年时间内 面貌已经焕然一新的解放军 十分欣慰 更为重要的是 毛主席在此期间 接见了专门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代表们 其中就有这位孤胆英雄 他就是崔建国 在天安门广场上 毛主席和朱德和崔建国 进行了亲切的交流 并且合影留念 其实早在一年前 毛主席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崔建国的事迹的时候 就表示说 一定要见见这位不可思议的传奇英雄 崔建国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可以让毛主席给予这么高的评价 今天小义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正题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 既方便回顾往期内容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在那个年代 跟很多战士一样 崔建国也是穷苦人家出生 出生在山西近城 小时候 崔建国要比同龄的孩子都要胆大 敢一个人外出放羊 当时黄土高原上 还有很多的野狼出没 但是年纪轻轻的崔建国 不仅不畏惧 甚至还拿起身边的石头 对野狼进行攻击 崔建国的童年也是在一片混乱中度过 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日寇的蛮横侵略 生活在基层的崔建国 亲眼见识到了百姓的水深火热 于是崔建国在其18岁那年 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革命的事业 致力于治国救命 崔建国加入到了刘邓大军 成为了九纵二十六旅的一位战士 并且在1948年5月 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解放战争期间 崔建国所在的部队被改编成为了解放军第十五军 这可是一个英雄辈出的部队 黄继光 邱绍云等人都是出自十五军 出身于十五军的崔建国 同样也有着勇猛的作战风格 头脑灵活 跟随部队南征北战 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 先后参加了多场战役 战功赫赫 立下了不少的功劳 渡江战役之后 十五军挥师南下 从中南一直来到云南 一路上解放了多个地区 在此期间 崔建国先后获得了师级攻两次 团级攻四次 被秦基伟称为是孤单英雄 崔建国也是凭借着在战场上的优秀表现 先后在部队中担任了班长 排长等职务 一路高升 经历了一场场的战斗 崔建国也从一名善战的战士 逐渐地变成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家 晋升为排长之后的崔建国 开始对自己手下的士兵进行训练 因此从崔建国手下出来的兵 一个个都和他一样 有着一颗豹子胆 在战场上 个个英勇无畏 胆大心细 在崔建国的部队中 突击队根本不缺成员 个个都抢着当突击队 新中国成立之后 朝鲜战争很快打响 为了保家卫国 新中国决定派出志愿军支援朝鲜 崔建国被改编进入到了第三兵团 随着志愿军的队伍奔赴朝鲜 在朝鲜战场担任排长的崔建国 指挥全排战士 在战场上与美军拼死较量 虽然手中的武器相比与美军有些落后 但是战士们仍然手握刺刀 杀出了一条血路 抗美援朝的第四次战役打响之后 上级命令崔建国攻占加里山752高地 接到命令之后 崔建国将战士们分成四组 做好了战前准备之后 当天晚上向着敌人的营地出发了 敌人在崔建国一行人的必经之路上 不仅设置了铁丝网 而且还埋下了密密麻麻的地雷 但是崔建国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躲过了敌人的这些防线 敌人的哨兵也被崔建国一行人给悄悄解决掉了 但就在行径之路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 崔建国一行人来到了一处树林 本想着通过这里加速行军 争取时间 但是疏忽之间 崔建国竟然一不小心踩到了敌人的地雷 崔建国踩上去愣了几秒 感觉不对劲 赶紧喊道 都别动 我踩到地雷了 战士们这才意识到 这是一不小心误入了敌人的雷区 有的战士顺时间一动不敢动了 在这个时候 崔建国知道 自己首先要稳住心态 不能慌乱 不然士兵们更加手足无措 好在崔建国之前在淮海战役中 有过排雷的经验 崔建国让士兵们原地不要动 自己亲自排雷 其实崔建国心里也紧张 排雷的时候手都是抖的 如果真的没有成功 那么不仅自己的性命保不住 甚至还会暴露全排的战士 导致整个任务失败 最终崔建国还是成功的将地雷排了出来 松了一口气 然后崔建国便安排战士们战成一排 跟在自己的身后 自己首当其冲地在前面排雷 就这样 在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 崔建国自己一人排掉了三十多颗地雷 成功带领士兵们走出了敌人的地雷区 行径途中的风险远远没有止步于此 刚刚通过雷区 崔建国一行人就来到了一条河边 虽然当时已经是四月的天气了 但是在朝鲜仍然十分寒冷 再加上本身士兵们都没有太过防寒的衣物 但是这条河流又是战士们通往752高地的必经之路 无奈之下 崔建国只好下令战士们强行过河 虽然河流并不湍急 但却冷得刺骨 一行人就这样历经坎坷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更是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 崔建国随即吩咐一班和二班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敌人的地堡 将其炸毁 并歼灭了十几个敌军士兵 三班和四班则从敌人的侧面发起进攻 在敌人的侧方有一座小山头 而我军士兵仅仅只用了五分钟时间就占领了这个高地 将三个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美军用手雷炸了个粉身碎骨 正是因为崔建国和士兵们的打头阵 为后续的大部队扫清了障碍 而崔建国也因为这次渡河身患重感冒 但是在战场上哪有休息和看病的时间 紧接着第五次战役就打响了 崔建国更是不顾身体状况 继续参加战斗 终于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 加上长时间的劳累 崔建国的重感冒加重 变成了肺结核 而且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 营长见崔建国病情越来越严重 本想让他去到后方暂时休息 但是崔建国说什么也不愿意 不肯因为这点小病就停止工作 崔建国实在是太倔了 营长在多次劝阻无效之后也就放弃了 但是没有让崔建国再参加大规模的作战 1951年5月 战斗开始之后 志愿军的主力部队向着美军第38团所在的大水洞进攻 崔建国率领着二排战士 则需要完成在大水洞地区的穿插任务 负责通往洪川地区的一条公路上 来切断前来增援的美军与38团之间的会合 大水洞这个位置 在没有本地地图的情况下 是很难找到方向的 美军的一个团部的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 其他的炮兵阵地和预备队也都在此处休整 崔建国接到任务之后 对战士们进行了战前动员 并且商议了多种方案 进行了充分的战前准备 侦查到对方之后 崔建国就下令战士们赶紧隐蔽 因为此时崔建国的肺结核已经很严重了 总是会止不住的咳嗽 为了不暴露队伍 崔建国就将随身携带的一块纱布放进了嘴里 因为美军的第38团 在前线与我军大部队交手的时候吃了亏 现在更加充满了战斗状态 在这种情况之下 志愿军根本找不到机会渗透进去 眼看偷袭达不到效果 于是崔建国便决定带领战士们进行强攻 他将整个排的战士分为四个战斗群 向着分布在高地的四个美军地堡分别进攻 双方之间互相配合 很快就用炸药包将守在地堡的美军炸飞了 紧接着二排的士兵们兵分两路 左右两个方向向着第二个山头继续进攻 驻扎在这里的美军看到志愿军来得如此之快 已经没有了战斗的欲望 不一会就溃散 落荒而逃 崔建国带领士兵们 仅仅花费了五分钟的时间就拿下了第二个山头 并且还用手榴弹将试图逃跑的三名美军炸翻在地 这个时候天已经开始亮了起来 美军的飞机也就来到了战场的上方 有了空军的加持 美军开始重整士气 这个时候对我军来说 向敌纵身穿插的作战方案已经不再使用了 于是志愿军部队转攻为首 选择了防御 崔建国所在的部队也就位于和美军对峙的最前沿 依据着有力的位置 崔建国发现对面山头上的美军打开了对空联络板 试图让美军战机对我军的阵地实行轰炸 紧急关头崔建国集中升至 让战士们按照美军的方式 用红旗和白色的被单制造了一个假的美军对空联络信号 但是箭头却指向了美军的鼓跃动 通过这种方式迷惑了好几架战机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因为长时间的作战 尤其是在中部作战地区 双方之间已经没有了明确的接触线 乱作一团 美军的飞行员在空中 俨然已经分不清敌我战场了 当看见地面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号的时候 更是不知所措 只好驾驶飞机在空中一直盘旋 直到最后油亮警告指示灯亮起 都没能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只能原路返回 崔建国也就机智地为我军避免了很多的伤亡 到了5月17日的时候 崔建国率领二排的兄弟们 在火力的掩护下 蹚过了古岳山右侧的水沟 从侧后方悄悄地来到了美军的驻地 但是就在即将抵达敌军阵地的时候 战士们不小心触碰到了美军埋伏的警戒雷 不仅几名志愿军受到了伤亡 同时也暴露了崔建国一行人的位置 眼看偷袭不成 崔建国便随机应变 一声令下 让战士们手握尖刀 与美军进行近身肉搏 尽量地为后续部队争取时间 最终在战士们的奋勇杀敌之后 虽然有一定的伤亡 但好在拿下了这个山头 但是就在二排继续执行先锋部队任务的时候 正好和从前线撤退的美二师队上了 这可是敌人的王牌部队 况且人数是二排部队的几十倍 再加上这个时候的二排战士们 已经连续战斗了几天了 身体各方面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崔建国鼓励大家 但凡二排还有一个人 都不能让敌人越过我军阵地 士兵们也是完全靠着意念和敌人拼死抗争 崔建国自己也是拿起机关枪 对着敌人就是一顿扫射 但是美军也不是吃素的 奋力抵抗 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 直到子弹都打完了 于是崔建国就拿起手里的尖刀 在阵地上和美军展开了白刃肉搏战 崔建国一连刺死了五个美军士兵 刺刀都弯了 看见这一场景的美军士兵都惊呆了 有六个美军腿都软了 胡同一声跪在了崔建国的面前 崔建国率领士兵们经过了两夜的战斗 最终将美军第38团全部歼灭 自己一人就打死了20多个敌人 事后崔建国也被授予了 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在战争中的英勇事迹被人民日报刊登 毛主席看到之后更是激动地说道 一定要见见这位战斗英雄 终于在次年的国庆典礼上 崔建国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战争结束之后 崔建国才终于回国进行治疗肺结核 之后也去到了多个岗位上任职 直到去世之前都一直兢兢业业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也可以点点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